好,那我们接着回来制作大作业 还是先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大纲 这里还是为大家推荐这三个网站 那为什么不推荐更多的呢 因为如果你上那个度假啊 或者是什么狗啊 搜索器搜索啊 那你搜索出来的JIF 可能跟设计都没有相关 那你倒不如直接去敲这三个网站 去观看他们里边的动效 我觉得会更实在一点 好,那下边我们接着制作 话不多说,接着制作 因为上一节课我们还有部分的关键帧动画 没有建立完成 那接下来接着为剩下的这些层 来添加第一帧,第五帧,第七帧和第九帧 五帧的关键帧动效 还是和上级课一样 来,首先建立缩放 然后下一层缩放 好,然后来到第三个关键帧进行缩放的修改 这里忘打关键帧了 我们再继续,继续把图层全选一下 然后打上关键帧 向后走五帧 关键帧,向后走,关键帧,向后走,关键帧 好,然后还是对第一帧和第三帧进行编辑 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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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第三帧,缩放 看到山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些缩放 好,向下走 再来调整这一座山 好,再往下走 好,缩放 好,调整第三个关键帧 好,那这个地方看到 现在所选的图层是一条路 对吧,那我们就不对它进行缩放关键帧的编辑了 我们把所有的关键帧都删除掉 好,那么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现在很多的元件都可以有了一个弹入弹出的效果了 好 那接下来继续 对其中的图层进行修改 我们现在来修改风车的风页 好 好 还有这一棵树的第一个关键帧没有编辑好 应该把它编为零 播放看一下 此时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物体都有了一个放大缩小的效果 对吧 好 接着往下边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条路啊 我要对它做一个遮罩的动画 那先对它建立一个新的群组 然后对它建立一个画笔 那这个地方我们不使用画笔 我们来使用背塞曲线来编辑整条路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规则的图形 好 我们编辑一条能够遮盖住路的背塞曲线 选择变换 就建立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对背塞曲线进行调整 形状 下边填充 不要 我们只要外框 然后调整外框的宽度 让它和路的宽度差不多 再来调整一下背塞曲线的位置 好 此时已经能够完全遮盖住 被遮盖住路了 对吧 背塞曲线能够遮盖住路了 下面就需要对路建立 遮罩 好 那我们下边就是要对这条路建立遮罩 然后路有了一个遮罩 把背塞曲线拖拽进去 好 然后遮罩混合模式改为减 改为加 好 然后下边行为 我们来为背塞曲线添加 绘制外框行为 绘制外框 为背塞曲线拖拽上 好 然后再来修改 绘制外框的播放时长 我们把整个项目缩小 然后修改播放时长 好 修改播放时长 我们把项目放长一些 好 继续修改 绘制外框行为的时长 好 此时我们来看一下 路有了一个绘制的过程 但是它好像有一点点的慢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需要继续修改 播放时长 绘制外框的播放时长 继续调整 好 现在来修改 绘制路径的播放速度 我们选择 减速 修改一下整个项目的时长 好 然后对整个项目的所有元件进行一个时长的修改 好 然后来播放看一下 整条路有了被绘制出来的感觉 对吧 好 再继续做一点点的微调 好 我们接着往下边制作 下面来看一下彩虹 那这三个彩虹 我下边就要来为他们制作三个 同样是遮罩动画 我们通过遮罩来实现 好 先建立第一个遮罩 然后把它改为加 好 然后对遮罩进行编辑 建立关键帧 建立位置关键帧 好 有了第一个关键帧 然后我们向后数 我们来到第九阵 好 然后拖拽它 好 在下面继续建立遮罩关键帧 好 建立遮罩 同样是 给第三个也建立遮罩 然后为遮罩 建立 添加关键帧 我们同样可以两个一起添加 好 然后继续编辑第二个关键帧 然后对位置进行编辑 好 下面来到关键帧编辑器 对 关键帧进行被塞曲线的编辑 调整 放大 放大一点 我们方便调整 好 看到这是三个遮罩 的方位运动 关键帧 给它们进行被塞曲线的编辑 好 调整完了 然后我们再来缩小 好 就是来播放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就是要为这个小蓝色的房子建立 绘制动画 那先为它添加一个群组 好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针是一个多余的我们把它删除掉 好蓝色的房子我们来添加灰质动画 然后我要对蓝色的小房子建立遮罩动画我们先选择画笔调整画笔宽度然后把小房子整个涂抹一遍 慢一点 一定要把小房子全部遮罩起来 好 已经完成了 遮罩起来了 我们调整画笔的长度 好 下边就是建立遮罩 选择栏房子 command加 shift加m 建立遮罩 把画笔拖拽到遮罩原 好 然后为画笔添加绘制外框行为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房子有了一个绘制动画的效果 我们来调整绘制外框的时长 播放看一下 好 小房子有了绘制的一个动画 好 好下边我们继续为这个蓝色的小电厂也添加绘制动画 新建群组把它拖在到新的群组里边 好下边继续我们来选择画笔 然后对它进行涂抹 把时间轴放在第一针上 开始 把蓝色的小电厂全部遮盖上用画笔 一定要慢一点 对它进行遮罩绘制 好 下边的这个插座 好 完成了 然后 对小电厂建立遮罩 然后把画笔拖置来到遮罩圆 资源库 行为为画笔建立绘制外框行为 好 下边就要对画笔和绘制外框行为 进行时长的编辑 修改它们的播放时长 好 好 虽然很快 但是这个小电厂也是一个绘制出来的效果 好 接下来修改一下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项目的整式长放的小一点 这样方便我们进行编辑 10秒 好 我们放缩小群组 那 下边我们再对整个项目进行一下时间上的修改 好 我们缩小 那下边我就要对这个群组来建立 遮罩动画了 遮罩动画了 添加遮罩 那我要为它建立的是一个像绘制圆球一样的圆形绘制动画 先添加VCR曲线 好 我们继续重新建立一个VCR曲线 把这个图形框选住 好 那下边选择图像的遮罩 把VCR曲线拖拽到遮罩圆之中 好 选择为减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下边就需要对这个BCR曲线进行编辑点 好 下边就是要对编辑点进行编辑 我们要让这个图形有一个类似绘制出来的效果 好 来到几何形状下边 添加 控制点 关键帧 第一帧 好 然后 向后走 四帧 建立第一个关键帧 再向后走 好 添加第二个 行为关键帧 好 再向后走 再向后走 四帧 继续添加关键帧 啊 三帧 我刚才使用的全部都是三帧 不好意思 刚才说错了 好 再继续走 三帧 我们把这个形状完整的绘制出来 好 点击空白处 我们来播放试一下 看此时 这个形状已经有了一个被绘制出来的感觉 对吧 那下边我就是要对这个绘制动画进行细致的细微的调整 我想让它再稍微快一点 我让它的每个关键帧间隔只有两帧 来试一下 好 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啊 同时来修改一下遮罩和被散曲线的 试唱 再播放看一下 好 那下边我再继续调整一下 这个图形出现的 时序 向后走一帧 好 然后来播放看一下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对这个图形进行编辑 我们要对这个图形建立 缩放动画 好 选择它的关键帧 好 继续 关键帧 好 对它的缩放进行编辑 还像我们以前一样的方法就可以了 好 缩放为零 好 那这个样子几乎所有的图层图像都已经编辑完成了 那它们的每一个的第一帧都编辑完成了 好 然后全选 我们把所有 我们把所有项目的播放时长拉长一些 好 同时再来修改一下挥制外框行为的播放时长 好 那这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下节课我们就来为所有的元件建立错针运动 好 我们下节课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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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